如果你真的被这些网上的东西洗脑了 也不是说洗脑 可能人家真的是那个月星 可是问题就是真的拿到那个月星的才敢炫耀 比那个低的 如果是你的月星很低 谁敢炫耀 对不对 可能也有人敢炫耀吧 但是毕竟是少数 大家还是喜欢看那个数字比较漂亮的 锦上添花的 不喜欢雪中送炭的 这都是人性 所以我觉得这个没有什么好担忧的 除非说你在大陆真的 你的职位特别高 你可以能拿到一个月十万人民币 好几十万人民币的那种 那我觉得你也不可能会去问 要不要来台湾这件事情 那你就肯定是待在大陆比较好了 前段时间呢 我的一个大陆朋友就问我说 你今年为什么没回大陆呢 是不是台湾赚的钱根本不够滑 遇到这个问题 只能微笑的回答 对对对 没错 确实是不够滑 在台湾生活的特别水深火热 对吧 我还是在这个时候 还是要低调的狗头保命一下 那总不能说 对啊 没有钱去大陆 所以去了趟日本 这样的话人家会更神奇 所以为了让他开心一点呢 我还是尽量的把自己描述的惨一点 希望能 我希望他的心理能够好过一点 哈喽大家好 我是灰面 欢迎大家来到我的频道 那今天呢就是一集打破偏见 为什么说打破偏见呢 因为最近我在刷大陆平台的时候 会常常看到有一些想要来台湾的陆籍配偶 已经准备要来台湾的这些陆籍配偶 会问一个问题 就是说来台湾会不会不好找工作啊 陆配真的能找到工作吗 台湾的薪水是不是很低啊 是不是 然后台湾的物价是不是真的很高啊 因为这些东西其实在不管在大陆平台 还是YouTube平台 太多人在发了 尤其是在抖音上面 很多人会去发一些台湾啊 这个东西多贵多贵的 这个吃的多贵 然后这个这个菜多贵的 这样子的影片 然后可能很多人久而久之 看了以后就会对台湾 心生望之却步的那种感觉 我非常能理解这种心情 因为你在没有来之前 你肯定会有很多的忧虑或者是想象 但是今天这一集 我觉得想要打破一些 大家对于台湾的偏见 因为首先呢 就是对于陆配好不好找工作这一点 这个真的是看人 你问张三问李四 问王五问赵六 他们的答案肯定完完全全都不一样 你问我和一个没有找到工作的陆配 你问他们好不好找 那肯定他说不好找 我说好找对不对 那网络上大家给你看的东西 是只是大家想给你看的 呈现的内容 他自己的生活 那真实的生活呢 还是要你自己判断 那我觉得今天我就以一个过来人的身份 我以一个已经在台湾工作的陆配 来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的找工作的经验 那首先呢 我们在上来台北的时候 其实是 其实是非常的突然的 当时我先生就是调过来台北 我自己心里也很慌 我也很担心 我没有办法帮他分担 因为以他一个人的收入 我觉得家庭生活还是多少会有一点困难 如果双心的话 家庭会好很多 那我当时我就觉得是逼自己一把 所以我连餐饮我也都去应征了 因为我觉得我没有退路啊 因为我想在台北生活啊 我为了想在台北生活这一点 我就要鼓起我所有的勇气 我就拿出我所有的能量来去找工作 那其实你相信吗 当你有能量 当你愿意努力的时候 那工作就自然就来了 我觉得人就是这样 你要挑战 你要有勇气 你要勇敢的去碰壁 很多人可能会担心 面试会不会歧视我呀 会不会什么什么的 我觉得以我的经验来说 没有歧视 他们当然可能会有说 对你不满意 不想要你来上班 这个可能是有可能的 但是就又怎么样呢 就是相当于你相亲 人家没 你们两个没看对眼 而且没有看对眼的 你怎么知道 后来可能老天帮你排除的 就是一个错误选项呢 对不对 那我自己的经验 我之前去面试 某一间还蛮有名的 就我们家附近的一个餐饮 我去了之后 然后当时那个主管 就是大概问了一些问题 之后呢 就是没有等到通知 我当时第一个感觉 就是我真的很失落 但是事后你知道吗 事后有一天 我去那间咖啡厅 买咖啡的时候 他突然间 就是那个服务生的态度 真的是非常差 然后那个店的氛围 是非常的压抑 然后反正从此以后 我再也不去那间咖啡店 买咖啡了 但是我觉得老天真的是 很优待我 帮我排除了一个错误选项 虽然我没有去那里上班 有一点难过 但是事后想想 真的是帮我排除了一个错误选项 所以大陆籍配偶 也没有什么好担心的 因为我们不存在什么身份 隔两年才能开始工作 这样的事情 我们是一来台湾 就可以开始工作了 所以我就勇敢地去 104111到处投简历 我觉得勇敢的人 先享受世界 要记住这句话 真的是勇敢的人 先享受世界 你勇敢地冲了 就一定会有 生活会给你回报的 我还是很相信天道酬勤 如果你担心自己的学历啊 如果你担心自己的能力够不够 我觉得去试了 人不是很厉害才要开始 而是人要开始了才会很厉害 到后来我也觉得 我做餐业做的超棒的 为自己感到骄傲 那接下来呢 揭露一下台湾的真相 就是台湾的薪资 其实台湾的薪资相对来说 非常的透明了 就是比如说最低时薪 它是摆在那儿的 今年是183 明年是190 今年的最低月薪是27470 它这个呢 每一年它都会调涨的 其实地板已经在这里了 我觉得不用我讲 很多大陆平台也会分享吧 那它的天花板呢 可能就是如大家所想 没有那么的高 大陆平台呢 很多时候会跟大家分享一个 我的天花板多高多高 然后可能在分享月薪的 这个就是一些主题下面 很多人会说 我的月薪到5万块 10万人民币啊 就是每个人都讲的非常的高 会让大家产生一种错觉 是不是啊 我跟别人的差距太大了 其实不是的 你自己看一下总体的大数据 那13亿人月薪没有到5000呢 所以说如果你真的 被这些网上的东西洗脑了 也不是说洗脑 可能人家真的是那个月薪 可是问题就是 真的拿到那个月薪的 才敢炫耀啊 比那个低的 如果是你的月薪很低 谁敢炫耀对不对 可能也有人敢炫耀吧 但是毕竟是少数 大家还是喜欢看 那个数字比较漂亮的 锦上添花的 不喜欢雪中送炭的 这都是人性 所以我觉得这个 没有什么好担忧的 除非说你在大陆真的 你的职位特别高 你可以能拿到 一个月十万人民币 好几十万人民币的那种 那我觉得你也不可能会去问 要不要来台湾这件事情 那你就肯定是 待在大陆比较好了 但是总体而言 我觉得台湾的地板 已经在那里了 所以你不用太过于的担心 但是大陆虽然天花板很高 但是你永远不知道 那个天花板是不是你 而且甚至是大家觉得 14亿的人口很庞大 觉得这个饼特别大 我可以分到一杯羹 其实很难的 我曾经还试图做过 大陆的平台 我觉得特别难 你要想打动 其实14亿人里面 13亿的人可能都赚不到钱 你真正能赚到钱 就是金字塔尖尖的 那个几百万人 可是你怎么拿捏到 那几百万人呢 对吧 这个我个人认为是很难 但是如果你觉得很简单 你也可以试试看 然后呢 我还想说第三点 就是台湾的物价 跟大陆的物价对比 可能在大家看来觉得 大陆的蔬菜啊 那些肉啊 什么都很便宜 然后自己在家煮 我承认这个 如果你自己在家煮的话 确实大陆比较便宜 但是台湾基本上 都是以外食居多 那你说台湾的物价 真的高到受不了了吗 我觉得也不至于 像我每天 我以我自己为例 我早餐的话 就是吃两颗茶叶蛋 然后再配一个豆浆 大概就是45台币 然后我中餐的话 就是去吃一个便当 然后也是在台北 然后它的便当价格 是90台币 我觉得算是比较便宜的 有时候遇到它打折 有可能还是80台币 那晚餐的话 也是一样 就是吃一个便当 晚餐的话 可能吃个100多块 好一点的便当 那一天下来 我的餐费就300台币 300台币是多少 大概60多块人民币吧 那300台币的这个餐费 可是如果你按照时薪来算 183一天八个小时的话 你就可以赚到1408台币 那这样看 你是不是觉得300台币 它也没有太多 但是如果你真的 还要去房贷啊 什么卡账啊 什么各种各种贷的话 那就另说了 我觉得人就是 有多大能力花多少钱 就像我现在买不起房子 买不起车 我就不会去买 如果我没有那个能力 全款买的话 我是不会去贷款买的 我自己是这样子的个性的 我不会被金钱裹挟 我觉得金钱是要为我服务的 是要让我开心的 它如果让我不开心了 那我觉得我宁可不要 还有一个我觉得 还有一个我是觉得 大陆配偶的这个工作的保障 还是有的 因为所有的法律是平等的 你的就业权利啊 然后各方面的你的劳保 健保这些福利都是有的 所以我说了地板就是在这边 就像之前我即使做 餐饮业的兼职 他也是有帮我保 这个劳保跟健保的 是不是 我每个月才赚五六千台币而已 然后他就有帮我保 劳保跟健保 所以并没有大家想的那么夸张 觉得好像很苦很累 当然我知道工作 去努力工作 谁都苦谁都累 谁不苦谁不累啊 对不对 但是呢 你要在苦中找到一丝铁 你要比一比哪一个更苦 那我觉得台湾还是没有那么苦 至少我自己感觉我还是蛮知足的 而且我又可以做相对自由的工作 我不用被绑死在一个工作上 我其实蛮不喜欢被绑死在某一个工作 每个月按时的打钱 我不喜欢这样的生活 台湾的生活更适合我一些 让我可以有很多发挥的余地 我既可以录影片 我也可以当重的老师 我还可以去餐饮业工作 我最近还报了配音班 我还可以去学配音 我就是可以干很多我想做的事情 只要你 只要我自己把时间好好的安排好 我可以做非常非常多的事情 这在大陆我觉得我达不成 我可能为了赚钱就已经被压垮了 那最后呢 还是主要的想跟大家说 还是要改变一些对台湾的偏见 因为当你拥有了这些偏见 你是很难幸福的 当你抱着一种敌意来到这个地方生活 那一定会让自己身心都很不舒服 我觉得只要抱着一种 怀揣着一种感恩的心 这种吸引力法则就向你而来 然后你的生活就会越来越顺利 但是如果你总是抱怨非常多的负能量 我觉得人就会真的是越来越 运气越来越差 我特别相信这一点 所以有的时候我看到评论区有人骂我什么的 我当然我有时候也会回骂 但是后来想想 可能他真的生活过得挺不顺利呢 可能真的生活过得挺不如意呢 还是要延续弱者 感恩 好了那今天就是跟大家分享一下 陆沛在台湾工作的真实心声 打破一些曾经大家对台湾的这种偏见 台湾的生活并没有想象当中的这么的难 好了感谢大家今天的收看 我们下次再见吧拜拜 拜拜